國人是為了移民的那個身分 來留學 在日本現在發現 這個是真的很多 因為那個真正拿到豬流 真的是非常很難的事情 可是留學上這個身分的話 比較容易拿到 所以現在很多 尤其是東南亞的那個留學生 現在很多 越來越更多 可是他們的目的是 還是並不是來學東西的人 還是比較多 所以他們的真正目的就是 來賺錢的 所以他們的那個 那個優先的迅速就是 第一還是賺錢 然後第二才是上課 或是就是 為了身分來讀書的這個感覺 所以像我的那個 在大學生的時候 我的像我的國外的同學 他們那個留學生 他是跟我見面的時候 已經上了早晨的班打工 然後下午一起上課 可是那個上課的時候 他們就是都是睡覺 來睡覺而已 然後下課 為什麼一直睡覺呢 是因為就是半夜有那個夜班嘛 然後下午睡覺 是因為晚上還要上班 他們都是早晨 然後半夜到隔天早上 就這個方式來一直一直打工 所以其實那個超香店啊 九九屋現在 那個員工都是外國人 都沒有日本人 真的 我上次去沖繩啊 你去日本人要去吃燒肉嘛 整間燒肉店 沒有一個日本臉孔的服務 就都去打工 就跟澳洲一樣啊 去打工然後留學 因為日本已經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很多人留學去日本的大學 可是他根本不去 不去學校 他們去了學校根本就是 他們為了這個 他們去留學只是為了去打工而已 去工作 所以很多比如說可能 有二十個留學生去日本 可能真正開學只有十個在上課 其他十個不見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賺的比一般的上班族 有些人是更多 我的朋友的話 每天每天像這樣子那個打工 在便利商店打工 所以他每個月的收入大概是 可是如果你都沒去上課 你的學生證不會被取消嗎 在台灣會 對啊 應該正常會被取消 可是他也來了半年啊 一學期啊 對 就是這樣子 那也許這半年賺的可能比他 原來他的故鄉的薪水要多很多 那他的學費呢 或是他們已經用學生 學生VISA簽進來可能半年或一年了 所以他只要有報名一個學校 他半年的VISA已經達到了 對 然後有些 台灣是每三個月會看你的出席 如果沒有八成的話就取消 像英國也太多這種 所以英國其實要打工的時候 他都會看你 其實如果是學生VISA 有些地方都不收你打工 真的喔 或者是那個 目的為了賺錢的話 他們就故意找那個 非常放鬆的那個學系 然後他們已經查好多不嚴格 然後才去想 所以那個他們的那個科系的必須 可是非常非常少 或是寫了 隨便那個請別人幫忙寫作文 就可以考那個 考上那個 很鬆啦 那他們的學費不貴嗎 學費不貴 學費很便宜 所以你打工賺的錢 可以就是多餘 對 可以卡不上回來 第二個那個問題就是 日本學生的話 考試的時間啊 或是年底要陪家人的時候 還是不能打工 可是外國人的話 為了來賺錢才來留學 所以都很好安排 所以老闆也比較喜歡 那個外國人 對 我覺得這樣 其實在新加坡 本地人比的話 對 其實在新加坡 有點跟日本類似 因為我們的現象是 在學校會越來越多外國人 因為父母會利用送孩子 到學校來爭取我們的那個公民 因為你把孩子送到新加坡念書 只需要念兩年 孩子就可以去申請永久居留 然後永久居留證拿到之後呢 你就是其實就是半個新加坡人 所以你就可以享用 所有新加坡人的那些福利 像買房子啊 還是醫療費用更便宜啊等等 所以有一些媽媽 他們自己去申請公民 他們申請不到 所以他們會利用孩子 因為新加坡政府就是要小孩子 可能你太老他們就 為什麼講了好像他們是 滷音集團 不是 因為小孩子 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就是未來的那個 棟樑 棟樑 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年紀有點高的話 你去申請 你應該不會過 通常小孩子去申請就會過 所以媽媽會利用送孩子 去新加坡念書兩年就拿到 然後他拿到永久居留之後呢 再讀兩年就能自己申請新加坡公民 然後孩子再幫爸爸媽媽一起辦 就可以全家一起過 到新加坡公民 OK 很好 現在在義大利難民最多 非常非常非常多 這幾年呢 好幾萬個幾萬個 一直都一直都來 那重點是這些裡面呢 也有一些是真的有OK的文件 所以他們就是合法的到裡面 所以我就講他們就好了 就是其實有很多很多工作啊 比如說工廠類的 農場類的 我們義大利是最需要的人去做 但是我們義大利的年輕人 都不願意做這些工作 而且因為他們說 好啊 老闆 那我不可以工作一天12個小時 我要做8個小時 我不願意加班 可是你薪水要正常 那後來有這個另外一個 他移民 他可能不會講義大利文 可是他跟老闆簡單的說 OK OK 我12個小時 14個也可以 然後你給我現金也可以 所以我不要用合約 所以很多很多老闆 偷偷拼了超多這些移民 然後我們就是年輕人 就是一樣 我們義大利的就是 因為他不想要去工作 所以他就留在家 然後他還抱怨 這些男民一直搶我們的工作 但是呢 除了這個以外 這些移民都慢慢 在我們的每一個城市 建立他們自己的一個城市 像我弟弟他買房子嘛 然後他附近啊 越來越多公寓都適足給移民 然後他們都講他們的語言 然後有自己的文化 所以跟我們都不會 永遠不會當朋友 然後我們義大利人 就是像我弟弟他自己很怕 因為他有一次他就是回家 因為他看那次12點 晚上12點回家 然後再看到就是移民 就是一群人 在家裡附近啊 然後他們一直講得很大聲 喝酒 然後我弟弟跟他們說 可不可以安靜一點 因為我明天要很早起來 我要睡覺 太晚了啦 然後他們就用那個 破爛的一點點義大利文 就要罵他的髒話 對... 然後他就... 他就從那天就怕了 對 他就不敢 所以他就比較早回家 對... 自然變差了 對 所以非常非常多義大利人 很怕這個現象 對 你說講難民 那德國現在不是更... 其實德國...德國的問題 跟他... 吳子龍剛剛講得很像 而且... 你如果你是外國人 你在德國生小孩 你沒有那個永久居留證 或者是你不是德國人 你還是可以領那個 教養補助金 呃... 教養補助金 就是那個7000多塊 所以很多外國人 就是難民也可以 如果他們生小孩 他們就可以多領那個錢 那難民自己本身 也可以跟政府領那個 難民的補助金 難民的一個問題是 在德國難民不可以工作 所以他們每天都沒有事情可以做 而且其實這些難民 他們的一個夢想 很多人這樣包括 他們其實想要去瑞典 在瑞典也是越來越大的一個問題 現在已經瑞典的人口 已經快要百分之三十以上 是 中中人 本來都沒有人 對 對啊 而且因為你要看 因為其實說他們是難民 然後就是要逃跑這樣子嘛 其實到瑞典是有點不合理 因為你會經過那麼多國家 你才要到瑞典 太遠了啦 去瑞典是很難 但是我們還是那麼多人都來 因為這是瑞典的福利太好 哦 還有一個很討厭的點 德國的外國人最多的民族是土耳其人 那土耳其的總統 他是其實反對很多德國的政策 那之前有土耳其的選舉 很多住在德國的土耳其人 很多人其實一輩子都沒有住過土耳其 他們是在德國出生 就是他們的父母是土耳其人 他們很討厭德國 德國政府一直罵 然後支持那個土耳其的總統 可是他們完全應該是德國人 就是他們的父母是土耳其人 所以德國人會更討厭這種人 因為他們討厭自己長大的環境 然後支持一個 根本反對他們長大的環境的總統 一堆亂其 是一些社會融合的問題 其實歐洲就是都是這樣 要不然就是難民 要不然其實就是穆斯林 像我以前在英國念書 英國穆斯林也是非常多 然後我那時候有講過 我們去看我醫院去看那個醫生診所 去拔牙 那個醫生就是外面登的那個照片 跟他裡面都對不起來 因為他都是遮那個半紗 你都不知道到底是他來看診 還是他姊姊來 還是他爸爸來 你都不知道 反正都那個 但是法國呢 就是到達了全歐洲 穆斯林移民人口最多的 好像佔了 好像法國的穆斯林的移民就有 是全歐洲最多 所以法國就率先訂了一個政策 是面紗政策 面紗禁令 他就是規定 在法國公共場合 已經不能夠遮臉了 就不只是面紗 你只要會戴任何遮住臉的都不行 然後今年好像荷蘭 然後後來法國跟進之後 當然有批評聲浪說 你不尊重人家的種族 你不尊重人家的生活方式或什麼服裝儀容 但是沒想到法國一頒布之後 歐洲非常多的國家 全部都跟進到現在什麼比利時 什麼一大堆 然後今年荷蘭跟進之外 今年荷蘭還加碼 就是連安全帽都不能戴到公共場合 除了在機車上面 你可以戴喔 你下來走路 你所有的郵局 教育機關 什麼公家機關 你都不能戴到那個 可能有發生太多蒙面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台灣人要去 因為我們台灣人很喜歡到哪裡都戴口罩 我覺得去歐洲國家旅遊的時候 有時候要小心 因為如果你只要戴個鴨蛇帽 戴個口罩再加個墨鏡 你很有可能 在荷蘭就被抓了 或是在法國會被抓起來 很有可能 因為我們很愛戴那個口罩嘛 真的 我真的感冒啊 那他們就不能遮臉啊 就是他們的政策啊 而且其實除了歐洲以外 就是加拿大魁北克 他們最近也實施了一個法律 也是說不能戴任何跟宗教有關的東西 所以就是那個盤頭什麼都不行 但只有在魁北克 然後大家都在罵魁北克 但他們也是發語區嘛 任何宗教是什麼 十字架那些都不行嗎 對 但基本上會戴的只有穆斯林的 對 所以就是大家都覺得 你就是正對他們做這種事情 對 很多人都覺得不對 那其實在瑞典也是 就是除了這些 也是會有另外一種狀況 因為我剛剛不是說 瑞典沒有流浪汗 因為我們真的是瑞典的人 就是沒有流浪汗 但是你在 如果你在瑞典啊 你還是會看到一些人 比如說他們坐在外面那種 草市外面啊 要錢啊 或是什麼的 或是在 就是在街頭 就是跟大家要錢的這樣子 其實這些通通都是中東跟東歐人 然後他們就是 他們會其實坐巴斯 去過去 去瑞典 在那邊 然後就是在那邊就是要錢要錢 然後再回去 就跟上班一樣 上了八個小時之後回去 他們是最強的 沒有在意大利放棄 他們直接移入到地 對啊 去瑞典區移新的 不得遠啊 還是可以拋那麼遠 我跟你講家家有本來念的經 每一個國家都有它的好處 跟它的壞處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萬分之強 下次見 拜拜